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是前党主席的黄国昌 他宣布要退出时代力量 转投入了民众党 那么当然了 这个过去传出 他是要接法务部长 那么今天呢 传出应该是要列入 这个民众党的部分区 来当立法委员 可是黄国昌过去 其实是争议不断的 包括过去他自己 参加太阳花反服貌 结果呢 家人被法院认证 跑到大陆做生意 他曾经爆出 害女学生之间有师生恋 然后呢 勘察台风的灾情的时候 上演了失贝秀 把望中打成了红媒 还有逼党内 推他来选总统 结果呢 因为因此造成了 时代力量的分裂 而间接弱化了时代力量 他高喊居住正义 结果家族被爆出 占有国有地 而且还有违剑 甚至是盖停车场 而且呢 恐怕让大家 最值得关心的是 他挺废死哦 所以啦 这样的人 未来想要当法务部长 他真的适合吗 好我们来看 今天这个传出消息之后 其实绿营很多人 也跳出来攻击他 来看到这个是 绿营的立法委员刘世芳 这个刘世芳委员就说呢 黄国昌在时代力量 扮演重要的角色 现在竟然背弃了 时代力量 来转投民众党 他说以民进党的观点来看 认为这就叫做被鼓 而林楚云委员也说呢 他说黄国昌老师 手指头指着别人 从来都不检讨自己 他的双标事迹 是必必皆是 他高举居住正义 结果呢 他的岳父推出新建案 开价高达一平一百五十七万 而黄国昌自己说反服貌 但他的岳父岳母 却被法院认证 跑到山东去投资事业 时代力量的党主席 王婉玉他也跳出来说 他说什么都可以拿出来交换 只有价值不行 对于黄国昌的离开 我不能认同 甚至还传出就有人问说 白银现在的五个立法委员 加起来都不如一个黄国昌吗 这讲话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呢 因此民众党的立委赖湘林 当然听不下去 他说五个立委四年来 受口袋国会的评鉴堆起来 都比101还要来得更高了 国昌老师的演技 当然也是一流的 这个是赖湘林委员的评论 黄国昌不只是争议凌连 他所谓的监督 好像永远都是指责别人 不检讨自己 既然他自诩是个战神 想要当立委 为什么不自己去选呢 这样做难道不投机吗 这个志祥怎么看 我想现在应该是检验不分区的旺季 因为三党的不分区都陆续的要展现 不过这次的不分区的检验 跟之前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你看 其实坦白讲 这个民进党不分区出来 争议真的非常的大 里面有这个黑熊学院的院长 那好像就是要执行民进党的抗中保台 那当然也包括说像这个范云 海民进党无耻的政党的范云 那可能因为三加十一害全台湾 这个坐牢的破功 让我们的台湾受害 那民进党反而认为是战功 所以也就获得连任 但是我要讲说 包括民众党 可能接下来国民党的公布 实际上不分区立委的这个检验 我觉得可能强度都不会太够 为什么 因为这几天的时间 大家心心念念的 都还是蓝白盒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 摆面虽然有些立法委员的 不管是正面负面 都非常的精彩 但是媒体能够share 他的摆面非常的少 那当然接下来我觉得 黄国昌列为民众党的 不分区立委 当然我觉得 他过去很多的一些 就是都要值得检验 那当然民众党 当然就要针对说 黄国昌 不管是哪个面向的检验 这个不分区立委的 提名的民众党 就要来面对社会的检验 但是其实我更关注 就是说 接下来觉得很多的 不分区立法委员 他应该要拿出来 他的那个进到国会 想要去改变的是什么 那比方说 我想这个民众党过去 很多立委 包括说黄国昌也好 他们曾经有些东西 我是蛮关注的 就是包括我们的 司法改革的问题 那民进党过去这些年 我觉得我最在乎的一件事情 到现在就是闻风不动 就是那个妨害司法公正罪 妨害司法公正罪 那你知道过去在民进党 也曾经在这个 我们的司法国事会议当中 那个有个动作 要来提出妨害司法公正罪 可是到最后也是 不了了之没有下文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是标榜说 司法改革的这一块的一些 有意角逐立委进到国会的 这些参选的人 不管是区域或不分区 那比方说在这个 妨害司法公正这一件事情 你就要有很强烈的表态 像我自己在 抛政见的过程当中 我曾经跟游淑惠 还有跟那个徐晓星 我们曾经有一个政见联合 我们就把我们变成一个 共同政见就是什么 如果进到立法院 我们不会让这个 妨害司法公正罪摆烂 为什么 因为你看现在很多的民进党 之所以手能够伸到检掉 甚至很多的一些司法的一些决定 让大家觉得疑云重重 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在台湾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在台湾关缩司法是无罪的 你知道全台全世界 就台湾 我们关缩司法无罪 你关缩司法无罪 当然是有权利的人就去关缩 所以因此我觉得 政见的检验 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所以我也期待说 所有的不管是不分区位区域的立法委员 你如果过去常常强调司法这一块 或是有志来当所谓的法务部长的话 那么我觉得司法政见的检验 应该是要当作重重之重 黄国昌退出时代力量 民进党的发言人林楚英就抨击他 他说黄国昌总是手指别人 自己却搞双标 过去黄国昌反服貌 结果他自己在大陆卖书 然后他的岳父母被认证去山东投资 黄国昌他当初搞出了太阳花运动 帮助了蔡英文取得大位 害台湾的经济陷入了停滞空转 现在民众希望两岸可以对话和解了 黄国昌又要甩掉了绿营 来占到人民的这一边吗 那面对台海兵凶战委 百姓希望和平 黄国昌他到底抱持什么立场呢 他会跟赖清德一样 不惜让老百姓上战场吗 兵哥怎么看 我先讲就是民进党怎么好意思 骂黄国昌 我就觉得很趣味 他说那个刘四方讲说 现在背弃实力转头 以民进党观点来讲 你这要背骨 我请教一下你民进党 现在收了多少个时代力量的背骨 现在正代表你们选的那个黄杰 不就是时代力量的吗 林亮俊不是也是吗 你们到底在干嘛 我真的觉得刘四方难怪 你的水准就只停留在 比扯林还扯 就是这样 然后林楚音说 什么他岳父新开建案 什么一平一百五十九万 巴拉巴拉讲的一堆 这我记得 这是当年我们在指控啊 然后结果当年谁在帮他辩护 是民进党 那结果是怎样 现在因为他不跟你们站在一起了 所以你们现在也开始在指控他 所以谁在双标 不就民进党在双标吗 你到底在讲什么我完全听不懂 那当然黄国昌自己本身是非常可疑的 因为他过去有很多争议性的东西 然后他也一下子好像又挺蔡英文 一下子又好像在成就自己 特别是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一次在立法院咆哮的那个样子 我大概永远忘不了那个镜头 那他最奇特的就是他好不容易挺过罢免案 如果按照他自己当年的要求的话 差一票就是只要罢免你的人比反罢免的人多一票 你就被罢免了 如果按照这个他自己当年所主张的标准 他当年就应该直接被罢免掉了 结果因为还是救治的关系 结果他没有被罢免掉了 那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行了 所以后来连任也不敢竞选 那可是他现在要转投民众党 他在干什么 其实我认为就是对柯P来说 因为黄国昌现在在年轻人头还有号召力 所以他就是希望借由他来做这个东西 那可是问题是 我记得柯P不是才没几天前 才说要早上当法务部长 然后黄国昌还很高兴 那现在怎么又变部分区 那到底是怎样 是当了部分区之后再去当法务部长吗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可是我必须讲 就是就现在选战的关头来说 我认为柯文哲去吸收黄国昌是有道理 因为这是一个抢票的动作 可是问题是柯P讲过头的就是 他去讲说 什么我们现任五个立委 还不如他一个强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离谱了 难怪赖湘黎这么不爽 我是赖湘黎我也会很不爽 黄国昌在立法院的表现有很好吗 不确定 我真的不确定 他是找了很多弊案 可是他弊案也是乱打一通 他当年不是报了韩国瑜一大堆料 去说他什么他家 他月父在那边买了一大堆什么有的没的东西 请问一下后来挖出来的是什么 那请问一下黄国昌有为这件事情道歉吗 也没有 所以黄国昌的争议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必须讲 黄国昌跟柯文哲现在是策略性结盟 为了抢票我可以忍受 可是问题是假设真的到最后蓝白盒真的当选 那他是不是能够当法务部长 我看恐怕这争议就很大 然后再来 你们不要去问说他现在是什么立场 他独派立场一直没有变过 他从来没变过 那他未来也是想要把我们推上战场 这是没变的 这一直都没变 实际上他还没有入党就已经在反对柯皮 你知道吗 他还没有入党就说如果我是柯文哲 我不会那天蓝白盒我不会做这样的选择 所以他就在告诉柯皮说 你这个选择根本错你笨得要死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还没有入党就已经跟柯皮有不同的意见 那他将来会不会跟柯皮有不同的意见呢 我觉得会非常会 我刚刚才说 他们两个对彼此不合的几率大概有80% 那柯皮大概80%会到最后会跟黄国昌不合 红红昌大概有80%跟柯皮不合 所以如果按照于北城的算法的话 他们就只有160%会跟对方不合 你知道吗 所以就注定会不合 但是这种算法当然是错的 我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 这个完全不符合 千万不要听陆军少将跟你讲几率怎么算 这是完全错 所以我必须讲 他们两个现在暂时策略性结盟 我觉得OK 为了现在这个阶段 只要能够让蓝白盒有票 什么东西我都接受 我讲实在话 但是选完之后 很多问题恐怕会一一浮现 到时候柯文哲自己要去承担 我觉得这是逃不了 先前传出黄国昌 他最希望当法务部长 可是黄国昌过去曾经传出过师生恋 然后呢 他高举居住正义 却被发现 他自家不只是个维建 还占用了保护区的土地 违法新建出租停车场来牟利 被踢爆之后 他还推给自己的妈妈 说他不清楚 然后又被网友发现说 其实那个停车场 黄国昌每天走路都会路过 他的岳父是个建商 15平的小炮房就要卖人家 2368万 也被网友开这个酸他 质疑他说 说好的居住正义在哪里呢 过去民进党的官员出轨上酒店 被民众抨击官真不正 那以黄国昌的私德表现来看 他真的很适合当立法委员 甚至是能够当法务部长吗 委员怎么看 我觉得这样的 第一个我要帮这个民众党的五位立委 说公道话 如果因为我黄国昌当立委的时候 也跟我同事上一届 那到这一届这五位立委也跟我同事 我都跟他们同事过 也跟他们战过 我觉得这五位立委比黄国昌 作为一个监督执政党的角色来讲 做得更好 最少在这个态度上面 因为你作为一个我们的在野党 你第一要务就是要监督行政单位 监督执政党 那这一点来讲 这五位其实做得比黄国昌好 黄国昌的问题从来不是战力的问题 老实讲 我们也要老实讲 他不管是那个声音或是网路声量都很大 声音也很大 然后网路声量也很大 所以他有一定的战力 他的问题都来自于什么 态度 还有双标的问题 碰到民进党 他就不敢迁督了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司法 你看我们一直在讲司法 将来可能还会当法务部长 我记得当时碰到这个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 比如说我们都在推这个所谓的这个陪审制 那时候他们的态度就很模糊 那像我们国民党就提出我们的自己的版本 那包括民进党 包括时代力量 以前他们在野的时候 那个通通是讲 一定要 这个是源头 你知道司法改革的源头 一定要赔审制 否则的话 你所有的这些司法人士 都容易被让手伸进去 像刚刚这个强哥所讲的 会关缩 然后你看从上到下 所有的地检或是法院的那些行政的高层 通通是可以指派的 那行使同意权 检查总长也好 大法官也好 就多数那个蔡英文提名 通通一下就通过了 所以陪审制为什么这么重要 当时我们司法改革 外面的团体 以前跟他们站在一起的团体 通通支持陪审制 但是时代力量 你的态度在哪里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就是关于刚刚讲到的这些 你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别人 你用高规格的标准 要居住正义 然后结果他自己爆出来这么多的这个问题 那所以他的黄国昌的问题 从来不是这个战力的问题 是双标的问题 还有态度的问题 作为一个在野党 你在立法院你有尽到责任吗 民进党做的 大家OK的 那么大家都会让他过嘛 但是做不好 好 我再举最后这个例子 当时碰到这个 一利一修劳基法 二修劳基法 然后呢 他还跟我们吵架 你知道吗 到最后他他在 我记得很清楚 跟我大吵一架说 你看你们国民党 监督不利 我们在那边站主席台的时候 他们也不来跟我们在一起 那大家记不记得 讲话不是在那边站很久 站很久吗 然后他们都不在 然后到最后 民进党通过了这个 二修劳基法 然后他来骂我们 说我们监督不利 我那时候跟他吵了一架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 第一个双标 第二个就是说 你面对民进党的 你做好你的 在野监督的 这个角色了吗 没有 那不过现在 我话还要再讲回来 现在我们都支持蓝白盒 那现在国昌兄 也到我们的民众党来了 所以将来恐怕大家都 还要并肩作战 我觉得是这样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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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逻辑跟标准就是 对事不对人 你看什么样的事情 我说他一定有战力 但是你能不能不双标 然后呢 真正像你所表现出来的 对不对的事情 没有正义的事情 敢勇敢的站出来 而不是看到绿的 他就说了一半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你绿的里面 产物纳购有多少 这个每个政党都有需要改革的地方 还有做不够的地方 尤其是执政党 因为执政党掌握权力 他才能做更多滥用权力的事情 那为什么要有在义党 当然就是要监督执政党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方面 我们希望他将来 如果能够拿到权力 有权力的话 能够一柄出终 那也不要意识形态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意识形态 扭曲了 意识形态 然后扭曲了事实的真相 我最后再讲一个例子 比如说两岸监督条例 当时太阳花不是起来就因为 这个我认为服帽货帽 这些会黑箱 OK 他们提出来就是要两岸 两岸不是不交流 两岸要先成立这个监督条例 然后才能够来谈这个ECFA 还有这个服帽跟货帽 然后他承诺 承诺什么 这个各党大家一起承诺 承诺说将来 要先推动两岸监督条例 结果民进党上任的有推动吗 完全没有推动 然后作为这个当时太阳花的受益者 他到了立法院 有推动两岸监督条例吗 没有 所以完全就背弃了原来 他有得到了一些果实 太阳花的果实 但是当时的承诺 你担任了立法委员 你也没有完成你当时的承诺 我们回到就事论事 那大家还是关心蓝白河 我们希望蓝白河 我还是要讲一下 明天就关键了 能够有好的结果 一些 现在当然还有一些各自的言语 但是大方向要抓住 政党轮替是这一次 为什么要蓝白河 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不希望让权力再泛滥 立营执政八年 将近八年了 再让他们执政下去 大家都不好过了 手都会伸到所有权力 都只是为了让权力更膨胀 然后手伸到各个领域 除了行政权以外 我最在乎的就是 伸手到司法 还有立法 在立法院我们看得最清楚 所以一起来努力吧 黄国昌是透过太阳花来 打造了一个战神的人设 但问题是 这样就真的很有战斗力吗 吵架比较凶就有战力了吗 结果我们看到的是 收割太阳花的政治红利 进入到立法院之后 台风天去勘灾 他故意不带雨伞 网友酸他是在上演失背秀 蔡英文他强退一粒一秀 让雇主劳工双疏 黄国昌在立法院哽咽发言 结果却被民众发现 原来他一滴眼泪都没流 而且蓝绿立委交锋时 他其实根本坐在旁边看戏 网友就说 为此创造一个成语 叫做国昌甲枯 好 所以说 现在就有人说 黄国昌一个人 竟然可以抵民众党的 五个立法委员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赖湘宁很生气 他说国昌老师演技一流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碧如委员 你觉得你的战斗力 只有黄国昌的五分之一吗 我的战斗力当然不下于他 因为他一开始 2016进到立法院 他是被封为战胜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 其实大家应该还记得 他为什么会被罢免 但是当然罢免没有过 这个人争议当然一直以来 其实事实上讲 他是话题不断 争议也不断 那现在就是说 要来 要可能 柯主席邀请他进民众党的 这个部分区的名单里面 其实这个部分区名单 像刚刚强哥讲的 这过未来的两三个礼拜 恐怕会是一个检验期 那我们第一个被检验的 就是陆配那个徐春英 那徐春英也经过这样子 一个多礼拜 两个礼拜 那他也宣布说 他自行退出 其实有没有经到 我们的正式名单里头 因为这一次民众党的 这个部分区里头 从推荐的 或者是自己来的 或者是海选的 这样收到的 这样的名单 听说大概将近五百封 所以我们当时还分了三组 三组 然后就开始第一轮 然后第二轮 那这个名单 当然就会在 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可能流出来 所以这个徐春英 到底有没有进入到 我们的正式名单 其实不知道 那昨天看起来 就是在馆长的节目里头 那柯主席说 要去要这个 黄国昌加入民众党 那也要他进这个部分区 那这个一样 也是检验的开始嘛 好像看起来就是要被 这个社会的舆论来检验 那我也感觉到 今天的来宾比较温和 也许像威州讲的 算很客气 很客气 今天的来宾都非常的客气 现在已经快要变成一家亲了 那就为了这个蓝白河 那大家都很期待 所以一样嘛 大家有共同的目标的时候 就会放掉这些智智姐姐 不过我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其实我看昨天那个争论节目里头 那那个其实馆长也问他说 过去你也会骂柯文哲 你会凶柯文哲 柯文哲讲良安家亲的时候 其实你也出来批判 那黄楼上就说 如果柯文哲做对的 我还是会支持他 那如果他有做什么不对 他还是会出来 还是会出来讲话 我在想这个大概就是 我们台湾民众党的多元文化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 我觉得这是一个政党正常的 那但是同样的 他今天早上去参加那个 好像去上那个 黄伟翰的那个广播节目 他就说 那柯文哲主席要你出任 那个法务部长 你会去吗 他回答他是说 那要看行政院长是谁 所以这个人听起来是这样 我感觉是这样 拍到顶 对 真正 就是你看他听起来就拍到顶 柯主席如果党内有什么样的事情 他还是照样会批判 然后要去当法务部长 他要看那个行政院长是谁 但是我同意 就是这个时间点 基本上我今天媒体有问我 我跟他讲说 黄国昌加入台湾民众党 事实上他是让台湾民众党的 政治光谱变得宽广 因为他代表的年轻的一辈 然后代表的是一个 进步价值的力量 那至于他个人的争议 当然是一直都存在的 但是因为他在这个 揭臂跟打臂的形象上面 我觉得他这一部分 也都一样表现得很好 所以他的大概就是 可以代表就是我们的政治光谱 比较 然后加进来呢 可以让整个台湾民众党的 这些党员呢 比较丰富 那至于就是说 以后的事情发展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也许我比较同意 那个海滨讲的 这个是一个策略性的 一个结盟 那既然是结盟的话 我觉得就是 大家应该要往大方向去前进 那有些小细节 我觉得私底下去沟通 我觉得还是要多沟通 我常就是 最近因为那个柯主席 南拜河之后 其实现在柯粉很反弹 然后我的手机都响得不停 那大家就觉得说 是不是柯主席浪力浪太多了 或者是被国民党设计了 因为最后四个人进去 他三个人欺负你一个 那柯主席没有这么说啦 那所以同样的就是说 当我们要为一件 更比较远大 而且是为全民好的 一个目标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往那个目标前进 那有些知知解解 我觉得是沟通 再来就是 他的人设过去 可能非常有争议 我觉得这个是 他自己要出来讲清楚了 就跟徐春莺一样 那他也要面对这个舆论媒体 他要讲清楚 那现在黄国昌一样 他也要面对这样子的舆论媒体 他要能够讲得清楚 讲得清楚 那整个社会媒体 舆论可以接受他 我觉得可能民众党 最后才会正式 把他列入到部分去 搞不好他最后又会说 我要请辞啊 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 有战斗力的人 这一定要承认 那他如果进到立法院 甚至如果我到时候 进到立法院 我觉得我加他应该是 我们民众党的战力 应该是会满满的 那这线 维州不选了嘛 我觉得强哥进去 我觉得在立法院 我们应该有 可以非常的有期待 像早上我去跟 淑慧去逛街 今天虽然天气很冷 我还是到了台北 跟淑慧去逛市场 我后来发现 他在市场上面 很受婆婆妈妈的欢迎 然后我可能之前在台北市政府 也待了几年 居然这些市民都还认得我 这样子 所以早上 我觉得这个也是 就是在野的力量 我们等于是说 明天要公布这个蓝白盒结果 但是蜀卫就跟我说 今天是我们在野的力量 一起展现在媒体前面 那我们就是一起来发挥 这种在野的力量 这样子 我觉得一样 黄国昌的世界 他看起来是一个有战力 但是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他必须要为他自己 能够来辩护 那能不能过关 就是要看他自己 一样用他的战力来说服社会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